我们人一般过去是都是既做过男的又做过女的 那么为什么通常女同修身上要债的都是男灵性 反之亦然很少见到女人身上讨债的灵性也是女的 也很少见到男人身上讨债的灵性是男灵性 这有什么说法吗 我不是跟你们解释过吗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你上辈子是个男的对不对啊 他上辈子是个女的 他上辈子是个女的被你男的欺负了 那他这辈子变成男的再来欺负你女的呀 就是只是个肥肌干人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这只是一个DNA的交换交换率 因为比方说让你投胎投了女生 因为你上辈子做了很多男人做的不好的事情 那么让你来吃女人的苦 听得懂吗 是是 一种交换性 因为师父之前说过让就是地府如果判定一个灵性如果可以投男生是给他一种解脱是吧 因为只要给男生的话你变成男生的话你就不会像女人一样吃这么多苦 而且女人容易在人间吃很多的苦这是讲都不要讲的 嗯师父有个疑问因为像比如说他是男生的话有很多像同性恋他出生的话他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女人生就是喜欢玩牙娃娃可能这种类似的那那像他这种其实地府当时给他投男生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不是也埋下了他再下一辈子就要下地狱的果报呢 不一定的呀 他对女人还抱有一定的啊这个这种感性啊这和理性各方面都存在着上辈子带下来的烙印那么他这辈子虽然是男生但是他还迷恋的他曾经的女人的那种身体啊包括他这种意识啊他很喜欢呢所以女人跟男人实际上意识差很远的听得懂吗 是的嗯所以很多男人根本结了婚一辈子不理解女人女人一辈子结了婚不能理解男人的就是这样爸爸爸爸跟妈妈孩子对爸爸妈妈的理解都不一样的嗯对不对啊 是的对对对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